大陆近日饱受极端气候的冲击 南部高温持续破了史上最长的64天记录 四川限点重庆破记录45度高温 还发生了多起山林火灾 青海则是暴雨导致土石流 造成了16人罹难 6000多人暂时无家可归 极端气候冲击各行各业 各国投资银行现在都下修了 对中国的经济预测数字 认为今年中国的GDP成长最多只有3% 并且可能再度冲击全球的供应链 应急管理部针对青海省大通县山洪灾害 启动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 调派专业力量设备 坚持科学安全有序救援 有序救援是否能解决6000多人受灾的困境 8月17日深夜 青海省会西宁市附近暴雨 流经大通县的刷带河 几小时后就暴涨溃提 土石流冲击下 树干直插进汽车车窗 至少16栋房屋全毁 逃生不及的除了牲畜 还有河道附近在家熟睡的居民 截至8月19日中午 已有17人罹难 另有17人依然下落不明 事发两天后 找到生还者的希望已相当渺茫 几段气候让中国境内南汉北牢 本周内内蒙宁夏 陕西北部与青海都降下50年来罕见的暴雨 南部多省却持续60多日高温 创下1961年来为期最长的高温记录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 共28个国家气象战气氛突破历史记录 四川省开始限电 重庆更出现摄氏45度 破级录高温 使中共建政以来 首次在新疆以外地区出现如此高温 8月18日重庆市郊多区 还出现山林火灾 规模虽不大 但夜色中火光距离住宅区都不远 民众紧张关切 重庆市林业局18日起 针对22个区域发布森林防火风山令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不过华南的高温带 预计还要持续一个星期以上 预计未来十天 四川盆地 江汉 江淮 江南等地 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持续性高温天气 累计高温日数可达7到10天 疫情反复 封锁持续 气候又是水火交加 中国大陆内部需要劳力的制造业 以及需要良好气候的农业 都受到冲击 经济看坏 限电与天灾冲击 钢铁化工与化肥业都已出现生产减缓现象 第二季GDP同比只增长0.4% 中国经济目前看不到复苏反转的条件 造雨或降息都是目前中国政府可以治标的方法 但烂尾楼风暴让中国房地产业停滞 疫情清零封控原则不变下 中小企业也为你不振 带动经济的重要火车头接连熄火 中国大陆制造业是否还能维持稳定 不要再次冲击全球供应链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